開心大派對 大家好 大家好 飯好 宋敏好 原來我們的節目 除了在香港 世界各地 因為在加拿大 我有個朋友回來了 跟他聊天 我跟他吃飯 為什麼我們平時在節目講的話 他全部都記得了 我們在加拿大Youtube就看到了 Youtube、Facebook 很多時候你已經問 說真的有什麼做 移民都是舒舒服服的 退休生活那些 他就說 姐姐在播放一些東西的時候 不知道我們聽不到你們講話 看到你們在喝茶 我說那段時間我們講的東西 你是不能聽的 那些廣告 在我的字裡面 說一些主事 這些東西是最好聽的 不過我不會告訴你 有時候都很害怕 聽眾常覺得 為什麼聽不到你們講話 聽不到廣告 播歌 有時候我告訴你 我們閒語的聊天 有時候都很害怕 突然 閒了一條線 看到我們的iPad 閒了一條線 其實我們每一個都害怕過一次 每一個主持 我相信都在申請的 都害怕過一次話以上 一條線閒了就糟了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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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講的 哎呀 是不是主持人 瞄了那個聲音嗎 怕出的 怕出的 那些人就說 不是啊 我們看到你們在講話 但我們聽不到你的聲音 嘩 我們特地閒了 說到那個廣告出了之後 到我們要講的時候 你就聽到我們講話 現在有很多人聽的 有時候也有看到 有些朋友在加拿大 美國在過去那邊的了 很支持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你說 接下來那個大師的那個片子真的是 嘩 加燕大師行運週 很多朋友支持 幾天前已經六十幾萬了 嘩 很厲害啊 很厲害啊 每個人看到我都要問回 關於我和大師談的事情 其實我有很多不是很厲害的 不要緊 大家只要上到YouTube那裡 繼續去到 無論你上到我們 新城資訊台的YouTube Channel 還是我們的Facebook 開心大派對的Facebook 還有 其實你只要搜索 加燕大師行運週 就可以找到這段片子了 是 厲害啊 人家現在是邁向一百萬 是 如果譬如人家邁向幾多 到了多少個觀看 要做些什麼 又要拿泳 又這些 我們來個慶公宴吧 如果有一千萬看 我整個iPad吃了 好啊 每張 每張要看 你去到吃iPad 一千萬 就是好像 一千萬 一於這麼 下賞 一於這樣子 非常好af 好了 我們今天我們會說一下娛樂的新聞 對 二三個禮拜 我們很開心 那專門是感到的 全行亦想說的是多 nem 各ush hair brand 那個婚禮 那天我早去 但是已經有很多人到了 我只是一進去 我看到很多做兄弟 做伴郎 都很多人 是啊 很多藝術人士 像幕後一樣 為什麼我看到崑哥是做伴娘的? 崑哥不是伴娘 她是姊妹 姊妹 因為其實Ida曾經是她的經理人 所以她就是姊妹 明白 明白 很熱鬧 五爸爸 五座人的父親是很喜客的 她迎接嘉賓 因為五座人裡走一些證婚的儀式 所以當要請她爸爸出場的時候 上來大家簽紙的時候 叫了很久 後來我就說 她在外面迎接嘉賓 還在招呼別人 但是要她簽紙了 是啊 她一定要走上來簽紙 拍照呢 我想那天她拍的照 哇 都幾百到一千張了 報紙的場地都報得很漂亮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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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用白色為主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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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個位置 其實都給你拍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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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的婚紗照 不同的back job 的地方 back job 如果要拍照 起碼有三個地方 有三個地方 起碼是有三個地方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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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她也有很多pops給大家拍照 因為當晚應該好像有五十多位 所以其實那個賓客是非常之多的 六百多人 是的 兩位都真的未必能夠逐一逐一跟大家拍照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一起拍都是一些group photo 是啊 是啊 我記得我們那一晚去到跟他們拍照的時候 我們排隊排了很久 哈哈哈哈 等叫餅 是的 還有兩邊 台在中間的位置 然後是兩邊一起排隊 兩條龍的 左右彎 左右彎的 左右彎的 是 是 我們叫了很久 到十點幾十一點左右 他們還在這裡拍照 是的 是 是 是 然後我們用了八成時間拍 真是人多 然後我們等到新城電台 我就去拍照 哦 我就聽到她說現在請男家的長輩和朋友上來的 咦 我是屬於男女的長輩 還是朋友呢 我就有點猶豫的 我旁邊就坐著肥媽 跟著有黑妹 喂 上了上了上了 我聽到五座行說 哎 姊姐 你上來已經上了 我說我都是屬於男家的長輩 你是屬於男家的 我們屬於女家請的 是的 應該是 我問你是男的 應該是男的 你給人情給女家還是男家? 我只知道我兩樣東西都有 兩樣東西都要給? 不是 兩樣東西都有 我寫了兩個名字 那她會問你的 你是男家還是女家? 我應該是女家的 因為其實一直跟我聯絡都是女家的 姊姐就來參觀了他們的政婚宜職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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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很感動啊 然後哭了那些 也沒有 但我感覺她們兩個很甜蜜 尤其是五座行 哇 他那天平時不覺得 那個感覺好像她終於嫁得出 是的 哈哈 我不知道她們有沒有什麼感覺 那些人平時很帥氣的嘛 哈哈哈哈 那樣東西 我說你要我做這件事 我不做啊 我不在乎的 就是那些是嫁的嘛 那天不是啊 你叫她做什麼都可以的 她的樣子簡直是很興奮的 我看到她也替她開心 真的她有個感覺 我終於真的是 我家人啊 交情的一面 她很友善啊 Ida很美女 當然也很美女 我一向都是這行 她在這行都是出名的 有幾個出名的 美女的宣傳人員 還有很有福氣的樣子 很美的 他們的親戚朋友也很多的 我停留了不太多時間 因為那天我趕著去杜蘋果哥那個發現的 但是我跟他們的親戚朋友拍照 都拍了半小時的 哈哈哈哈 你不能走 不過我想說 不要說你只是拍照 其實之後應該阿帆你都應該走了的了 差不多去到11點鬆一點 我都要吃甜品才走的了 然後之後 11點鬆一點嗎 還沒散 還沒散 好像上了房了嗎 還沒 不是 在台上呢 是中年好聲音的朋友 還有她那一班的兄弟 布志琳 她的MC 歐永權 歐永權 還有誰呢 還有威王 坤哥 上去不斷唱歌 然後也是很開心的 你是不是到尾了 我其實沒有到尾了 但最後是 我走之後是不是都沒有很多人走 那些人都留了很久 對 留了很久 難得的聚會人 到了他們上去之後 就無端端拉了曾山上去 一層 清醒名人 曾山 不是啊 掌門人 我掌門人 哈哈哈哈 阿總經理 阿阿阿阿阿曾山有沒有唱歌 當然有啦 她又會不會唱《House of Rising Sun》 我還是死了 因為我看到兄弟上去唱歌 然後我都覺得不行了 我要走了 然後再看 阿總經理已經被他們召了上台 再去唱歌 好像說是妨礙人家下班 不知道是不是還未夠猴 就好像想說再玩 上面通常都是過一晚 難得很久沒有試過這麼熱鬧 因為疫情嘛 現在還跟Ida認識的朋友也多 大家都很喜歡玩的 能夠聚在一起 是一件很開心的事 從婚禮開始的時候 一對新人走出來 其實都很像一個以為兄 新人進場也是一個結婚 到上台的時候 他們真的做演藝 搞活動 搞表演 感覺就來了 因為跟一般婚禮 一上台通常是先做儀式的 他不是先做儀式的 他是自己唱歌 自己說話 然後就好像訪問 兩個私人就遠遠 還有Albert 但我沒有聽到Ida說話 很少 Ida都是微笑 然後就不做人 就唱了歌 為什麼認識他 為什麼喜歡他 就用了不同的歌 就是Live Band 然後他就可能改歌事 是不是很多人是他作的歌來的 應該是 應該是 那天我都送了一首歌給他的 因為除了做人情 因為剛剛上個星期 我跟Shirla就出了一首新歌 叫做《有有有》 A Year of You 這是新年的歌 誰知道 五族行結婚的前一天 Shirla就告訴我們 她有了 那我就 咦 兩個多月前唱一首歌的時候 還未知道有了 除了有有有 因為我們的歌詞說 愛情也有 婚姻也有 房子也有 房子也有 錢也有 什麼都有 咦 咦 不如送這首歌給他 快點早生季節 快點有 所以你就將這首歌送給五族行 是啊 就是這樣 既然是這樣 當然你送給我吧 好不好 我一定是 我很想 什麼都有 大家什麼都有 2024有那個BBC OK 沒問題 薛家宴 詩敏 范振鋒 我們繼續回來 繼續說說這位朋友 最近的時候 她就好像 我覺得她少了 去到發聲 說的是林作 怎麼了 喉嚨不舒服嗎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但是最近的時候 她又在網上活躍 為什麼呢 就是去到玩她的女朋友 這件事也挺好笑的 是 如美 這些玩就沒所謂 是 因為你們倆的東西而已 是 遺來嘛 她說什麼嘛 說她疑似有了 是 事緣就是去年12月31日晚上 她就上載了她的朋友 阿如美入院的照片 然後就說她去看虎科 事隔幾天之後 她又疑似宣佈自己做爸爸 連BB的名字都改了 她真的自己自抽 說實話 說實話 JPEG 蛤 叫JPEG 蛤 叫JPEG 蛤 神經病 先想想一下 然後呢 到上星期六的時候 又上載了一張黑白紙 裡面就是一個大妻子 和大肚腩的男士合者 她說我不想像美美一樣 就是呢 就 tag 了阿如美的社交帳號 然後呢 如美就說你真的很煩 那這個真心 沒有啊 你跟她在一起之前已經預算了 是啊 接著呢 就去到 就是又發放說 咦 疑似 余美有了 她說絕對有理由相信自己是經手人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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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有了她的媽媽開心 應該是的 應該是的 林伯母開心 是不是 然後就說 是不是有 就是有些記者就問余美 是不是有這個初期懷孕的症狀啊 她說我查了 醫生問我什麼時候 去到有驚奇的那些東西 她說我不知道 因為好像很亂那樣 但是 後來呢 就應該是沒有的 應該是承擇好的 純粹是 林作去到跟大家開個玩笑 但是她好像有人說 她好了 有很多新聞 她都沒有抽搭 是的 是啊 是啊 只是玩玩自己的這些而已 可能大過了 是的 這些新聞都什麼的 都可以宣傳一下的 沒有所謂的 大家開心一下而已 是的 不過 說起 你去到真是自我宣傳 有些東西就不需要自我宣傳 你做得好的話 就別人會幫你去到宣傳的了 說的是 如果你是一個很好的老闆 真是 你是會零負平的 然後很多人是會在其他地方都稱讚她的 其中一個 我都覺得 我想在無論行外也好 行內也好 行內就更加 很多人都對她是有讚美的 說的是小齊任言齊 哇 小齊真是 真是沒聽過 咦 你和她合作歌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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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那時候 初期我們拍了一部電影 我找她和伊健拍 小齊歌真是沒試過聽人說她一句不要 我沒聽過 以前我和她認識 但她不是這麼熟 歌手訪問那些 有時會見一下做一些活動 但是 有一件事都很欣賞她 她也是國際級巨星 是吧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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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到遠一遠 在大陸 去到大連 大連在哪裡 大連說的是北韓附近 這麼遠的水路 東北 東北 幾十年前 都在聽心太遠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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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到這樣 是啊 所以她的歌已經在全球 哦 但是她是在紅磡住的 其實是在樓上住的 在樓上住的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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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這麼紅的 現在我們不知道啊 現在不知道 我看到她的時候 二十年前也有了 哦 那時已經很紅 爆紅了 她陪老婆去買菜 哦 在樓上賣菜 然後是幫老婆 拿一代二代 推上的那些車呢 那些車籃 拿著那些車子推著 然後就拿 她就完全是 我覺得是那一種了 男人拿東西的 女人不用做 他老婆 太太 不用拿的 她自己拿一抽 愛老婆啊 那天亡巨星 是啊 我想說 我都見過她在樓上的超市 自己都跟著去買東西 哦 是啊 哦 真不錯 那些人看得真是 哇 這麼好 都這麼緊張 是啊 她在群眾的心目中 是一個很好的偶像 因為呢 我上Youtube我看過 她是在內地巡迷演出 去很不同的地方 她都給了機會 給一些歌迷團跟她說話 有些呢 她說 她二十幾歲 她說 哇 十幾歲時聽歌 聽到你現在 哇 只能見到她呢 開心到哭的 她有很多偶像 我剛剛在Youtube看完 沒多久 原來五月天 她都是五月天的偶像 她帶她們出生的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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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為什麼呢 是天怨的 人家已經是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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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齊哥都是 她帶她出來的 是啊 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 當她心太遠那個年代的時候 就在滾石唱片那裡 還買過百萬隻啊 是的 那時候滾石就簽了五月天 但是當時大家都還沒有很認識這一隊的樂隊 新人 是的 還很新的 五月天 其實她算是一步一步做出來的 是啊 她不是爆紅呢 第一首歌就爆 變成天怨 那時候是跟著呢 為什麼她們說任賢齊是她們的恩師師傅 因為那時候任賢齊已經很紅了 在內地有很多tour 很多不同的演出 很多時候都帶她們一起去演出 所以就是逐步 我想她們 第一 她們又在小齊生上偷師 就是怎樣去做一些表演啊 互動啊 那些東西 還有大家都有滾石啦 是的 還有她們自己本身當然也很有能力啦 所以其實是慢慢累積累積累積上去 哦 然後後來 剛才說拍戲啦 然後有部戲找了她 因為小齊哥都很快答應的 小齊哥 我們還在想 就是 哇 會不會你要來香港 可能要隔離啊 那些什麼東西 那她就很快答應了 好啊 那原來她說 其實大家都去都 因為內地全部的時候都停了 全世界的拍攝都停了 她說 你們還肯開戲這樣 其實就已經是很好 覺得你們很OK 肯開戲 還肯拍 第二就是 她說都停了這麼多 她說 都不相差 她說就算是隔離好什麼東西 不要緊啦 她說 我收這個錢 她在現場對著幾個公司的同事說 她第一知道我們都小本經營啦 又有些疫情在那裡 都擔心 哇 究竟你們這些本能不能回到的 所以她的片酬呢 說真的 她是相移了的 哦 支持我們 她很支持 她支持香港的影 她支持香港的影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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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移了痛慢 很有心的 她就指著 主要呢 要開工 就是 我說我為了他們而已 是 是 我這部戲的片酬已經給了他們了 是 是 是 他們來了這一年出的糧 這兩年出的糧都是給了他們的了 哦 是 是 因為大家有公開 是 是 是 不是 大家很悶啊 很死氣沉沉 所以她就很快答應 她很感激她 是 是 是 她是很有心的 而且其實都不是第一次聽的 我很記得那時候跟她做訪問的時候 應該有人問過她的 她就說 小齊哥其實你已經是賺得很多錢了 那你繼續去做呢 她說其實都不是為了自己 她不能停的 是的 她不能停的 因為問題是很多人去幫她做事 其實那些人都是要養家的 那如果她停了的話 請不到那些人 那些人的家就受到影響了 那中港台 她加了幾間公司 製作室那些都不少人了 是啊 都過百的 是啊 所以她就說現在她做不是為了自己 她背起很多錢 而且她很喜歡開工 新年就像佳燕姐那樣 那些人很喜歡新年見到她 她跟你一樣 她認不認識到呢 那一封大禮詞 OK 她是派了 不是你 你也有時候 那些 以前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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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也是這樣 她也是這樣 她是小齊哥一年 派禮詞 那些 還有內地的文化輪 還打工 還打工 哇 她很厲害 一封就千千聲 他們派了很多 很多年前 已經說她是給了很多錢 是的 這個 和大家分享 都是自己的福氣 我覺得 都是一件好事 因為派了給別人 你自己都是 是啊 人家是開心的 有什麼事情 大家一起做 也是幫到自己 我覺得是很開心的事情 好 嗯 開心大派對 薛家宴 斯文 范振峰 開心大派對 薛家宴 斯文 范振峰 好 好 繼續回來 繼續有我們今天 去到說說這位朋友 當然你跟她很熟 林寶怡 哦 寶怡 你好 為什麼說林寶怡呢 除了最近電影 非常出色 好氣 好氣 所以你本身是認識她 當然是我們 是 但是你有時候好氣 你會害怕 在鏡頭上 害怕這個人 你覺得她真是壞人 是啊 厲害 那戲 因為我跟她合作過 九剛十二方 很開心可以跟她拍那部電影 那我是做她的媽媽的 是不是 好齊 你應該很難做她的女兒 還有很多對手戲 就是有很多感情戲 哇 一來她的眼淚就上了 真是做得很好 她是否做戲做到呢 我沒有機會跟寶怡拍戲 就是做Event 所以見不到她的演技 很厲害 在現場那種發揮 是不是很厲害到 那些人說 她是 就算你不下機 現在她私底下跟你聊天也好 到一開戲的時候 她根本是好像 好像做 完全是 就是鏡頭前後 洗身 都是做一致的 你習慣了 平時聊天也有戲的 是啊 是啊 真的啊 她是不錯 她容易去表達她要做的事情 這個是一個演員最好的優點 有很多人有個樣子 但是你想表達她表達不到 但是如果她真的要做到那個戲 她不單止表情 她講的說話的語氣 是很融合在那個角色那裡 真的很喜歡看她的演戲 然後有一次朋友吃飯 大家gathering拍照 然後我等了很久 突然間有個機會 想她說 很喜歡看你演戲 這麼多年 然後她的眼神跟你說 是嗎 就是那些 哇 已經有戲了 是否有震懾那個公牌 震懾那個公牌 然後就說 很喜歡小粉絲 你做了一段時間 還是做了一段時間 你對著一些人 你發歌 你也是可能 可不可以拍一張照 她是很nice 她說 當然可以了 你知道嗎 我今晚都會想笑的 我沒有跟你說話 沒有 我2018年演唱會 Curman Lanser演唱會 請她做嘉賓 我跟她唱的那一首 是不是跟你一起走 還是什麼 我忘記了什麼一起走 她連唱歌都給了表情 不是你 是 她以前的歌都很投入 如果我唱 她唱歌又不唱 給了表情 然後 為什麼說她呢 現在說她回巢 是呀 是嗎 是呀 說她回TVB拍劇 觀眾很開心 大家都拍手掌 都是手持保證味 是呀 好戲之人 就說她回TVB拍一個叫做 《營星十二》 是呀 說真的 大家最記得她的就是 有黃庭 然後她真的是 《法政先鋒》 是不是她 《法政先鋒》 就是有 阿倫振華 是不是 阿倫振華 我不記得 我不記得有沒有她 等著玩記性 搞我們 還記得了 我幫你查查 《法政先鋒》 她太多好戲 很多 另外還有就是這個 《金之玉業》 是啊 太多太多了 這次就用《營星》這個系列 去到 就是回去TVB那裏 一起去拍 還有好像說這個劇 是TVB和內地再簽的 一個戰略那些劇 所以是其中一部重頭劇 哦 好啊 大家很期待 如果我有時間也會幫她客串的 哦 是嗎 因為為什麼呢 那時候我跟寶怡 我說寶怡 你怎麼會有抽時間來拍這個劇 姊姐 因為我知道有薛家驗心 哦 我也很想跟你合作 她就是這樣跟我說 但那時候你們是沒有合作過的 沒有啊 沒有合作過的 認識你當然是互相認識的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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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之好 所以 如果要我做一個犯人 就是幾場戲 一幾場戲 抓去坐牢就不見了 那些就做了 被人打的 被人打 然後打到去醫院 然後就可以幾日戲搞定 哪幾次等於你算 或者她是那些final boss final boss 就是在拉尾 當然是你這麼像 豫陽大哥那次上來講的 他說 啊 誰啊 豫陽哥說 那次不知道誰找她回來拍劇 誰找我拍呢 這些就真是關照了 我說我是做一個病人昏迷的 在病床那裡唱一唱戲 都是睡覺的 人家這些就真是關照了 我想問一下莊 莊大哥真是一個演員 真是如果 我經常都是這樣睡著 你是有錢人 他去到這些位置就不同了 因為主角也做過了 什麼戲也做過 做了這麼多年 但你會不會正在一個演員 你覺得這些戲 你會覺得是 其實我也不太想拍 如果是新人當然不 或者做了很久 當然不喜歡 如果呢 就是做戲很熱誠 還有那番熱誠的 就當然不喜歡 但好像余大哥那些 即是說他沒有真正 不是不是他過日神而已 他回去廠 他要開心而已 他要開心而已 他又不是要賺那塊錢 即是他想人陪他 是啊 你要是累的 那些戲很累 跑來跑去 是啊 又上樓梯 跑來跑去十層樓 我想他就真是頂不住 是的 他回去廠 大家聊聊天 是呀 宇大哥啊 吃點東西啊 拍戲啊 見一下娜姐 但是如果多一對白呢 他就不要吵我 不要吵我 他有壓力 他有壓力 喂 先吃東西 不要吵我 等我先連你的對白 他會拍手的 叫人娜姐說 很大批東西 在那些戲 不知道一次結束了 一結束了 全場的人都很棒 然後他自己也叫人 那他不應該拍手 哈哈哈哈 他這個真的挺正 他這個真的挺正 他挺有趣的 他很可愛的 哈哈 好啦 當然知道 你什麼時候和我寶儀 對手戲了 證實了 發政先鋒 是嗎 你說 寶儀是沒有份拍的 他沒有份拍的 歐陽就拍來的 是啊 OKOKOK 好啦 那大家期待 寶儀現在來這部戲了 是不是 開心大派對 蕾嘉宁 斯文 范震峰 開心大派對 蕾嘉宁 斯文 范震峰 今天星期另外一個在國際影壇的大盛市 就是金球獎 並譽為奧斯卡的前哨戰指標 所以這個金球獎越做越好 因為都幾次的 奧斯卡好像很多次都是 是一個指標來的 以前它的升是沒有那麼大的 現在是越來越厲害 反正說起來好像有點調整 那次比奧斯卡更厲害 我沒看到這次的頒獎電視你們有看過的情況 這次這個金球獎 說真的 之前最大熱的那套戲就叫Barbie 但很可惜就真的大熱了 至於另外馬哥羅比 更加是不敵Emmerstone 失落於歌舞喜劇組的影后殊榮 至於終極大贏家 我記得這套戲就真的跟Barbie同期一起上市 好厲害 大家都想它兩個去到比較 但通常都是看完兩套的 奧本海脈 橫掃了五個獎 哇 男主角的戲 是嗎?真好 好厲害 厲害 你看到一下 因為原子彈之父那件事 我記得當時說這套戲 有些朋友如果真的 尤其是女士 真的可能完全進去的時候會睡覺 為什麼呢? 因為就是說 她說的那些話可能女生未必很對 如果你不是很理性的女士 其實對這件事可能真的不太喜歡 你會覺得沒有什麼共鳴 會覺得想睡覺 那我多數會睡覺 這套戲會比較深一點的 比較深一點的 不是那麼好通 那麼容易 還有你錯過了一點都是很難的 立刻就可能又不太明白了 要看定一點的 坐定定去看 不是去廁所那些戲 是 所以呢 就是因為 很有深度 很多人喜歡 特別可能男士 所以其實她只有五個獎學 就有最佳電影 還有就是這個影帝 最佳導演 對 影帝 最佳男配角 最佳導演 還有最佳原創配樂 哇 真厲害 演員 男主角 Cillian Murphy 很厲害 她又可以做什麼似什麼 亦都可以為了一部戲 他們那些很厲害 有增肥就增肥 減肥就減肥 或者那些樣子 要她怎麼變 她說我用了一年時間 我才做到這個樣子出來 都可以的 哇 亦都是一位 愛爾蘭的男演員 這部戲 就成為了 男主角來說 是大熱的 是 所以她基本上都贏了 差不多贏了 贏了 看看奧斯卡 又是她拿了 另外也有另外 又看了一部動畫 就是龔祈俊 可以叫做 日本的那個 是 復出之後 這個蒼老月少年 是 都拿了這個 最佳的動畫 但是原來 你想想她 她都公其進 這個超級 動畫大師 都已經是 退休了 接著才是 復出回 她才是第一次 拿這個獎 是嗎 就是以前沒有拿過 沒有拿過 金球長 我又覺得好像 以前 譬如在奧斯卡也好 金球長也好 好像 譬如那些外語片 是比較 局限一點點的 就是那個 種類 我自己覺得 不是那麼多元化 這個 她又不是拿外語的 她是拿過最佳動畫 那外語以前 就不多元化 還有 說外語 就是最佳的外語片 都不是給亞洲那些戲 是嗎 以前都是法文 意大利文 入圍都少 亞洲人 亞裔那些戲 就真的少一些 現在不是 很多時候入圍都是 中國戲 中文片 之前韓國 韓國 印度等等 都會有很多不同種類 我覺得就是 大家好像越來越接受 真的覺得電影 大家只要去到 在那個影像上去到 給大家看到那些畫面 畫面 就OK的 反而語言 不是最最最最最最 但M.S.Tone拿獎那套 那套 沒有看到 是不是香港沒有上 說真的 很多時候 香港都不是一定上 拿獎就上了 之後就上了 是 他拿了獎之後 你就看到他排 法行 有獎 就是有機會有人看 是 是 生意角度 即是他是先看定些 應該這麼說 是 等一下看定些 都有我們 為什麼呢 因為等一下我們要看定些 除了 繼續會有李居明大師 去到跟大家講一下 接下來這個九運的時候 有什麼行運提示 秘訣之外 有好東西介紹 因為呢 很快很快 不夠一個月 不夠一個月 就到六年 新年 佳姊姊 你已經很貴事了 是啊 我今天 快幾萬封 不是啊 我今天已經去銀行 和你講 你和我穩定些銀子 搞定 你是不是新銀子的人 我是全部新銀子 你都喜歡新銀子 不是 我封給你 全部是新銀子 不是啊 不是啊 我以為你這麼多封 誰能找到這麼多新銀子 不是啊 我真的去銀行 好晚的 預早訂的 所以其實呢 過年之前呢 你有很多東西要準備 是啊 很忙的 準備信禮啦 利是啦 還有演出 所以一會兒看 我們有好東西介紹 除了大師之外 是不是 我們有些東西介紹給大家 都希望過年的時間呢 幫你省回 你買什麼吃什麼 買什麼送給人的 那些都是 哇 你要買東西送禮又有 你要預了家裡 團連飯吃什麼又有 哇 有些即食買到的 大家一提來 哇 哇 就是上品來的 也都有 所以要留意我們一會兒的介紹 好嗎 OK 現在看到黃先生 哈囉 黃先生 你好 一流見你一次 是 報了一天 見到大家 讓我去介紹一下黃先生 他是卓命國際總經理 人稱漁王的Simon 哇 魚王 去年介紹了我們吃的酸菜魚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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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今年Simon 有一些好介紹給我們 是嗎 我今年介紹一個 我們的佛跳牆 過年吃這麼矜貴的 佛跳牆很厲害 這是福建的名菜佛跳牆 是的 這個又漂亮 裡面有海參 有鮑魚 有鎖翅 有海老片 有帝子 等等 可以試一下 這個福建的名菜 以前是皇帝吃的 所以你看到它是黃色 而且它真的寫到明 在這裡 我剛才看到 佛跳牆 是 他真的讓你看到 福建的名菜 我想知道 我們買的時候 是不是已經有這個鎖 有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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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鎖 就是這樣 好棒 我現在看到他的心思 他在這個包裝上 除了黃色之外 黃色以前來說 是皇帝才有的顏色 在這個 我們拿起的擺設 你知道什麼是佛嗎 大土佛 大土佛 尼勒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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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很簡單 買回來 然後拆掉 然後拿著水 坐在那裡 裡面有包食指袋 放在食指袋 就行了 OK 只要拆掉包裝 就可以了 大家看看 這麼大的包裝 哇 好棒 好 這個金通 我看到它的膠質很豐富 因為你看到它拆出來的時候 那些 它不是水在水 不是慢慢流出來 它不是稀的感覺 它是真的 雞尸蛇 是呀 你知道的 很棒 而且它也有環保 它有刺 但是這個是 素刺 素刺 又有心思 這個裸片 是南非裸片 南非裸片 南非裸片 有什麼特別好呢 南非裸片 它有甜 還有野生 野生 那又爽 吃到它爽一點 我現在很爽 哇 每人都很爽 真的很爽 真的很爽 我問你 真的有好 有好東西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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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有好東西喝 有好東西喝 哇 這個真的 你看到那條刺 雖然是素刺 但也很粗 還有這個金湯 金湯 哇 用了什麼咬出來 是啊 用什麼咬出來 它就用各種蝦 各種海產 來咬出來 海產 咬出來 所以你覺得這個桶 鮮甜 加上去 加上去 好啊 好啊 對不起我拿了你的筷子 不要緊 我拿筷子可以了 如果一個年 一人在家製的 很矜貴 一拿出來的造型已經 一百分了吧 無論你是說 全年飯 定環蛇開年菜 什麼都可以 什麼都可以 又珍貴 又好看 黃先生 這個佛跳場 通常在外面說 要買很貴 要做很多日 現在這麼方便 大約是什麼價錢 我們現在零售價值 一百零八萬 哇 這麼划 好划 好划 在大陸 我們去鎖那邊 賣六百九十八 哇 一張六百九十八 香港便宜這麼多 香港出口可以退稅 哇 買來請客真的很好啊 好好啊 因為它用料很足 那一口湯也很棒 最後一件事就是 它煮來很方便 如果你叫我在家弄佛跳場 我要弄兩天 至少可以 湯都熬幾天了 是啊 你浸那個海參 都要浸三天了 是啊 是啊 現在即時回來 幾分鐘就可以吃了 所以就真的很快樂 所以這個就是 出名的二濟菜 二濟菜 銷量非常好 佛跳場 為什麼這麼香 整首歌都唱完 記得這個 海德牌 佛跳場 海德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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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住這個好東西 嗯 OK 好了 講完這個佛跳場之後 你又有一個好介紹 你剛才跟我說 姊姊 如果你想說 再美一點 再美一點 因為這個佛跳場 我剛才都說了 很多膠質 你覺得你吃完之後 皮膚馬上了一半 你現在變得變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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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知道 每天龍年我會越來越漂亮 是 蘋果都上回去 另外那些皮膚再上去 還有一半的秘密是什麼呢 就是醫 這個就是松岑汁 包括百分之百 這個松果汁 這個就是新疆種植 我們有種植一百萬元 那個是新疆松岑汁 這個松岑汁 它每年就 就是松岑汁 就是古代的那個湯蟲 松岑那個 松岑 蟹種 那些就是松果 就是那些 松岑汁 是 來自新疆的 是的 那這個就新疆這個 這個逆召時間 就很長 每天十幾個小時 所以比較甜一點 陽光沖中 就是完全是百分之百的 純天然果汁 包容姊百順果汁 這裡包容姊百順果汁 沒有加糖沒有成 我們讓人試一下 先試一下 沒有加糖也這麼好喝 真的喔 它沒有加糖的話 真的很甜 鮮甜 但這個甜不是你覺得它加了很多 不是糖水的狀況 是了 你會感覺到它是果糖 是很快的 那種分別就是 你喝了甜 那種會是漿著的 這個很快會清 它有一種鮮甜的感覺 令你喝了之後喉嚨很舒服 除了這個好喝之外 營養成分非常高 他有喝高濃度的百里露醇 百里露醇 即是公養化 控衰露 除此之外他喝豐富的花青素 花青素明目 尤其是學生歌 喝這些可以對近視有很多幫助 現在經常看電話 不單是學生歌是所有人 對電話的人 很豐富的腺食纖維幫助消化 如果腸胃不好吃完可以幫你調整 好像對腎臟也好 是說對的 黑色的入腎 女人飲完之後對皮膚有幫助 因為她是美肌 因為我們原來是針對給女人去銷售 結果最後銷售統計出來 男人買得多個女人 吃了就有好處 為什麼呢 她入腎 中央補腎 邊邊有力 很厲害 很男人 喝醬汁 喝醬汁 身體健康 記住大家拿這個桑汁 桑汁 桑汁 立刻拍完 男人好 女士們就是這個美肌 不用用Filter了 拍照都 清了 馬上清 她有十大功能 第一個就是強效 抗氧化 改善肌膚 延喚衰老 提升免疫力 通便倫腸 勇冠 保護視力 融化黑化 穩定血統血脂 改善血管健康 所有東西都可以 最初你喝完之後身體健康 要多喝一杯 今天很感謝Simon 介紹我們兩個這麼好的產品 一個就是佛跳牆 我想繼續吃 年飯一定要吃 開年飯一定要吃 接著就是桑汁 讓我們身體健康 多謝你 祝大家 身體健康 龍眠得意 透過鹹好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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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心大放鬆 開心大放鬆 已經說到新年 就很開心了 因為想起黃啊黃啊 因為黃起來的時候 要送金器 金器就想起六福集團 金人滿福 好以頭 又有福 福齊來 沒錯 今天要介紹 六福有一個叫開運第一式 財福運 財福滿日 是一個黃金工藝品 送給人 座桌是最好的 有什麼呢 他有個Q版的財富貓 頭戴著財富帽 左手持著八方來財 而以保線 轉一轉去就祝願 八方的財寶同儀好運 好運 好運 右手握著六福 字仰金條 寓意就是六福齊來 配上精美的包裝盒 無論是送給自己 或是送給親友 都是一件很好的賤品 新年是別具心意 還有很多人家裡都喜歡小動物 貓貓還有招財 有招財 對 別具意義 我買給我的孫子也會很厲害 你的孫子也會買給你 應該的 招財 除了這個特別 很美的裝飾 如果你想送給人 還有一些好的推介給你 包括這個摺龍獻福 我覺得它的外形像什麼呢 金幣 它本身有一個金幣 但我覺得它這個很像一個傳摺寶 你想想我寓意多好 在傳摺寶藏金幣 裡面你的戶口真的很多 一打開就像那些發光 這是一個長龍的藤雲圖騰 有一個天才獻福 龍馬精神予以著再滿著八方的福氣 很有錢 它的金幣有光沙的效果 凸顯著金龍藤雲獻福的吉祥畫面 當然它的圖案是很精緻 手工很精細 很有高級感 所以就是送給朋友的最好的選擇 加上剛才所說 這個真的是整個傳摺 整個很精美的包裝 可以作為一個擺設 或者當作一個利是 因為它又有一個盒子 當作利是送給朋友 其實價錢也很划算 很相宜 很大體 很耳頭 當利是送給人也可以 你可以再把整個買回去之後 很後封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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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再虧一張真貨幣 那你就馬上看到 就馬上看到了 這個真的是 現在你考慮一下拿來封利是 多謝你 今年就送這個給你們 另外還有一個擺設就是阿反首須 聚財如意線,這是黃金工藝品 金光閃閃的如意金線 煽動著各方來財 有財氣、福氣等等 因為善的諧音和善良的善是近似的音 古人借善希望可以交到資深好友廣結善遠 而在善的面上有如意字樣 加上迴文、花形、流蘇等古典圖案做點綴 包裝很精美 所以送給朋友的時候非常大體 而且還可以整天掛著他 放在車上、放在家裡做裝飾 都可以 很有心思,非常好 然後到我這個開運第二式 看到這個手鏈 這個就是個人隨身的開運鏈 最特別的地方就是 可以把很多不同的生肖放進去 12生肖黃金串色 可以隨便去拆 即是誰的生肖黃金串色 可以換 就可以放進去 也可以保持這麼多年 當然可以買了12生肖 你將你的生肖 那一年配什麼不配什麼呢 或者有時候犯太歲 我想已經是適合了 配合自己 除了你個人的喜好 或者生肖 即是有時候誰的黃金串色 即是你聽完大師的說 就可以隨便配合 造型很有趣 今天我介紹其中三隻 有龍、喉和鼠 我看到那個喉很有趣 美喉王 喉有一個象徵 如果大家聽到原學家也有說 喉就是代表 喉運當頭 喉子就是好運 聰明伶俐活潑 有助是屬鼠的朋友 更大 屬鼠可以帶些喉子 即是小猴子 龍就是本命年 有些人要佩戴 對 另外鼠就是拿個鞋子 心想是屬鼠 心想是鼠 就是屬鼠 是潮州人 心想屬鼠 反過來 這個鼠又怎樣 幫助什麼 剛才說過 猴子幫助老鼠 老鼠是幫助猴子 大家互補 以這個硬金工藝打造 十二真肖的頭像 在不同的背面位置 都刻著一些不同的寓意圖案 很意頭的東西 亦都運用剛才細文說的 例如亮面和沙面 形成對比 加上它有一個髮狼的色彩 上面再有一樣的顏色 不只是純金色 令造型 許許如生 如果配戴專屬龍紋 有一條龍的龍 好像龍的身體 這個手繩 新年戴上來 又有耳頭 又有風格 又夠時尚 是吧 今天這個很適合佳燕姐 這個很適合佳燕姐 其實有一個也很適合我 就是這個五龍呈牆 又是黃金串色 在這裏旁邊 剛才那個有三個 這個可以有五個 五隻龍 五隻龍 很可愛的小金龍 頭戴財神帽 你看不看 那個龍頭戴財神帽 做得很仔細 手抱元寶 錢幣如意 無不敢吉祥元素 因為每個拿著的東西都不同 雖然小小的扮元老爺 那麼有面試 每一個東西都不同 是啊 你看他真的是手抱元寶 有一個是這樣的 這個設計師也很厲害 很想到很準 飽滿又立體 加上是用工藝色彩加工上去 看起來又珍貴又漂亮 祝遠那些佩戴者在龍年 就財運亨通 好 我們繼續不要讓他停了 有幾款串色手鏈的系列 這個就是5D微硬金串色 有12新肖的組合 也是很適合的 原來他的組合是三合 大師經常說三合六合 主要跟你合的 幫到你的 朋友 就串在一起 對 就是任你選擇 對 任你選擇 這些組合就令到你財富滿營組合 什麼都有了 如果你說三合已經有了 也可以戴這個 再加進去也可以 有時你戴水晶面也戴 有人戴五六寸 一樣 這個也是5D來的 這個綠色這個又是另一種 對 裡面有這個 叫做財富滿營組合 我看到他有一個gold 金 金那個字 還有一個法財 戴完之後一定是很有錢 就是打牌的法財 挺有勢的 那個高仔在裡面 哎呀 我老法看不到 一邊是不是 一邊他就寫著法財 像麻雀那樣 即是中英 他假如你不懂中文的話 不要緊 英文都可以 因為是用一個 金 一塊塊的金磚 金磚的造型 後面就印了一個法字 這個法財金磚 寓意就是財運亨通 日進就是鬥金 萬兩黃金去你屋 正啊 因為他是 好像剛才所說 微硬金工藝去打造 所以是不容易變形的 當然你自己可以選擇一些你自己喜歡的 你自己的生肖 或者你喜歡的動物 一粒一粒去到 即是放下去也可以 接著要串出你喜歡的風格 很白搭 好像平時你去到襯衣服 你覺得那天你喜歡什麼的飾物 是跟你一起出街的 就去到換 不容易撞款 有自己的個性 又可以配搭不同顏色的手繩 而且是有十二生肖 有五福龍 翻面也是代表著 另外是財運 健康 小朋友 情侶 龜物 等等不同的風格 都是有物理的 剛才的生肖 有三合六合 還有背面寫起來 吉祥 有福 富貴 平安 祝福語 這麼好硬 真的 我只是說笑 我沒有老化 還有超清 你現在做了高清 還有身體健康 最重要的一件事 無論是造型 或者背後寫著一個有寓意的字 都是很有意頭 還有一些顏色配搭 剛才所說 其實不是純金色的 是一些髮狼的色彩 有些用紅色 藍色 粉紫色 為底色 更加顯出生肖 立體 超皮的感覺 還有很生動 對 還有另外就是財富滿營組合 你綠色的那個 添財皮丘 去到有一個瑞秀皮丘設計 大家都知道 這個就是 皮丘就是為了 財源廣進 咬緊的 咬緊的那個 原寶 財富 添財立福 還有法財金磚 都有一個寓意的 財運亨通 日盡斗金 還有平安武師 那當然 希望你平安安這一年 都可以順順利利 好多謝今次 今年的六福 好好的推介 希望大家 祝大家 龍年行大運 金龍獻物 六福齊來 恭喜 開心大派對 薛家宴 斯文 范鎮峰 開心大放鬆 真的開心 對 因為還有不夠一個月的時間 到農曆新年 正恩年有過年 接下來這個年是甚麼年 你問到我當然知道 我和大師做嘉宴大師行運秀 是很好的 接下來這個年就是龍年 龍年 一說起龍年 想起一定要吃團年飯 開年飯 尤其是最近很多親戚 都回來了 一家團聚吃飯 最開心 吃完之後 每個人都龍馬精神 有時候想起團年飯 就很頭痛 究竟吃甚麼好 尤其是你說 這麼多家人 但不要緊 我記得我們去年 其實不止去年 這幾年 幸好我們試過大家 這個飲食平台 eatcdc.com 訂了一個新春盤菜 又便宜又方便 為了今年 我們輕鬆在家裡 過年 又不想 父母那麼辛苦 煮餐飯 不是開玩笑的 不如就是 我們第一時間 又訂一個大家樂的 2024新春盤菜 還有 再可以便宜一點 因為你拿這個 組料折扣 在這個payme 有優惠 所以這次 趁我們三個 我們先提早團年 好嗎 我也訂多了一份 我們現在馬上來試試 開心分享 等一下 我要提提大家 大家樂的新春盤菜 很早就賣光了 因為值得吃 又便宜又正 我去年差點訂不到 性價比高 這是真的 早點訂 早點兩個星期 我們邊吃邊介紹 好餓 我見到很餓 很香 先吃 要說一下 我們面前的 鮑魚花膠海參福袋盆菜 哇 很多東西 可以用 約16款料 當中有什麼呢 有極品蠔黃購鮑魚六隻 有花膠海參 黃金福袋六個 還有就是茄汁中黑六隻 還有就是蠔屎花菇 南乳炆蓮藍 南乳炆籃仔 很入味的 還有炸魚蛋 蠔菇 鴨 鴨 鴨 還有栗子 枝竹 很嗦味的 蘿蔔 還有西蘭花 不要說笑 我先試一隻蠔子 我們要相信 好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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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香 好有味 還有提醒大家 1月31日或之前 在大家樂飲食平台 或者去到門市 去到預訂的話 早料價都是八百多元 很容易頭 八百多元 又花膠 又蝦 又海參 還有大家樂Club100的會員 更划算 是啊 我這個極品的海參 那個肉質很油韌 但入味 因為它有鮑魚汁在裡面 這麼厲害 是啊 鮑魚汁 營養很豐富 我先來吃這些花膠 有很多舊 說到這個花膠 因為非常名貴 天然曬乾之後 就有金黃的虎鉑式 沒有經過人工的加工漂染 純粹是先貨乾製 還是非常原質原味 最重要是什麼 你說適合女生 因為它含有豐富的蛋白質 還有天然的膠質 馬上看到你的臉 哇 變亮了 現場都好像Pito 那樣漂亮 是有一陣風吹氣 又補腎 又養顏 而且可以強壯我們的身體機能 很高營養價值 剛才我試了這個熬豉 就說很入味 而且尺寸也是脹糊糊 在大家吃的同時 再告訴大家 如果你是人多一點 不要緊 還有另一款可以更加適合你 就是鮑魚瑤柱腹袋盤 才是適合10至12位用的 而且有20款材料 當中也有極品蠔黃購鮑魚10隻 圓粒日本中谷瑤柱10粒 黃金福袋10個 還有茄汁中蝦10隻 還有剛才說過的蠔豉 加上另外有白切雞、燒鴨、花菇、南乳燜藕 炸魚蛋、沙爹魚皮、沙爹魷魚、蠔菇、鴨掌、栗子之竹、芋頭 還有蘿蔔和西蘭花 都是1月31日或之前在大家樂的飲食平台 或者去到門市預訂的話 都是會有早料價 這個不用900元 真的很划算 這一款很適合我 日本的中谷瑤柱很夠味 而且還有白切雞 今年大師說是龍年 雞也很旺 吃多一點雞也很旺 正是一向很喜歡吃雞 是第一款的 這個運勢 我記得去年這個盆菜超棒 裏面有這個 大家樂的就是藍軟蚊 即是籃仔 快點多吃一兩塊 我一會吃光 還有裏面的沙爹魷魚和豬皮 我記得是拿回家的時候 那些兒生仔 總之大人、小孩 兒生仔的兒子 都很喜歡吃 除此之外 我知道還有一款是很特別的 這款就是 有一款是圓粒的瑤柱福袋盆菜 六位用 裏面有十九款的食材 在說十九款 六百多元 一個小家庭的 我的小小的就對了 很划算 一定要不停地去吃 因為實在有太多好的食材 因為剛才拿來這個 即是六百多元搞定 所以就告訴大家 無論你是訂這個 鮑魚、花膠、海參福袋盆菜 即是六位用那個 還是鮑魚、瑤柱福袋盆菜 十至十二位用的話 只要用Payme訂滿 就是一千元 就會送你 阿帆 你前面那個 懸肉、杞子、桂花糕 三磅 你不要看笑 都挺重的 哇 沒有在手 是啊 還有二十元的 二十人都上山 OK的 真的很 因為你吃完盆菜 又有個雌 又有豬手 當然吃點甜品就涸 一家團 原來開開心心 對 家練姐說得很對 好像我和你這樣 家裡有很多人 可以考慮訂購新春圍爐宴 裡面就像你所說 有幾個我們看到的菜 還有甜品 非常方便 大家可以一起賀歲迎春圍爐起快 去享受一個暖粒粒的盆菜宴 而且現在訂購任何一款盆菜 或者新春圍爐宴這個盆菜宴 加上一個優惠價可以配一些荷蓮美食 好像我前面的珍珠帶子生紡池 五磅 它的名字很好聽 叫做福聚開運池 只要加一個二百多元的換購價 還有這個百花樣蟹鉗 六隻 換購價都是150元左右 即是立即又想吃 還有做生意朋友最喜歡的就是這一款 我面前的橫財豬手 紅燒蚊圓的豬手 說明是2.3磅的油 所以都很聚手 旁邊有些東西是花菇那些 加配價也是很容易投資的 二三八 二八三十八 原價要三百六十八 現在只要加二三八就可以了 真正的 發財 當然吃飽後吃甜品 剛才提到的原肉杞子桂花糕 你也可以用一個優惠價 百多元去換購 好 嘉然姐 通過我去到屈指一算之後 如果我們在 itcdc.com 訂10至12位的大盤菜 所以去到滿了1300元再用PayMe給錢的話 可以同時享有兩個優惠 有刺 又有桂花糕 又有大家樂的20元現金券 其實除了我們現場有這麼多食物 有其他美食可以加配 即是加菜 加菜也是很開心的東西 很容易投資 又有優惠 所以由現在去到1月31日的時候 去到 itcdc.com 或者門市那裏 預早訂購新春盤菜就可以有優惠 在這裏預祝大家就是 龍年一一有食神 行運一條路 吃東西吧 恭喜 開心大派對 薛家宴 斯文 范振峰 家宴 大師 行運一條路 你好 大師 你好 英姐 你今天我們四個人坐在這裏 都有一個共同的地方 就是我們都看到頭中間那裏 特別是家宴姐那顆點就瘋了 你想想會不會家宴姐有一天 頭髮遮著頭那顆點 即是說原來人的能量 就在中間這個地方出來 你想想我們八十年代 第一年代在紅館做秀的人 那些歌星呢 全部的頭髮都撥開了 見額的 所以如果遮額呢 真的不是那麼好 我們古代就是一個說話的 即是說 如果那些頭髮遮額呢 應四個字 很難聽的 必有一劫 即是就算你多紅都好 都會突然發生一件事 而是令到你突然間平地一聲雷 你就出事這樣 所以我肯請年青人 不要再那些頭髮呢 就蓋著額頭 現在呢 很多人呢 就聽了我說 我說了一年 即是苦口婆心 阿仔 你們不要蓋了 那開始他們呢 撥開一點 接著又撥多一點 一撥開呢 那個就走運 一撥就走運 影響所及呢 那些蓋著那些呢 都看到旁邊那個又撥開 看到旁邊又撥開 走運 走運 自己不行 立即都撥開了 所以今年呢 就麻煩叫做 撥開雲無見青天 是 就撥開頭髮 爆你走運 那這個呢 就沒有眼鏡了 明白 以前那些韓星呢 就拍了一個劇集呢 譬如蓋著頭那個 紅了 紅了之後呢 他就去台灣和東南亞 去登台去賺錢 去的時間 全部撥開頭髮 這麼有趣 他是做那個劇集紅了 但是他要收錢賺錢的時候呢 他都撥開頭髮 所以這些東西呢 就是我們有研究 連撥開頭髮也有看 那運動又分四種不同的運動 如果是春天出生的人 即是二月到五月出生的人呢 他本身是要金的 屬豬的人 如果你是這幾個月出生 其實其他生肖都是的 如果你是二月到五月出生的人呢 你運動呢 就要選什麼呢 做健身了 做健身就是很多那些 金屬的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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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春天出生 像嘉領姐那些 他就要金 金是雪 原來嘉領姐 你跳的舞伴厲害 但原來你流冰已經更厲害 你還沒發現到 原來你流着冰來動 會更厲害 這是更厲害 這些就是春天出生的人 你應該學流冰或者雪 因為夠冷 是啊,夠冷,因為金代表秋天,嘉燕姐要多點金,金代表冰 所以其實你的運氣都還沒有盡,你去盡的時候 我知道,嘉燕姐你去哈爾濱那裡 嘩,下雪,所以未來下雪的地方嘉燕姐在那裡,就不是跳十字步那麼簡單 跳下雪舞,不得了,夏天出生的人要水,游泳是最好 所以范振峰,其實你一游泳,你的運氣就回來了 很開心的,游泳就很喜歡 你能夠這麼喜歡游泳,就代表你非常好 但你要留意,范振峰的鎮字就是一個龍字在裡面 那個神字來的,所以你基本上那個鎮峰的鎮字 其實你今年都是屬於直太歲的,就是多夜煩你 好了,如果你生於秋天,也就是8月到11月 那你是金多,你要木,那木的運動是什麼呢 所有生肖都是的,就是記住,如果你是8月8日到11月8日出生 聽眾舉手,這三個月出生的人,你記住 你最厲害的運動,就是神運 你就是朝後早去逛公園,見到那些樹木,你去抱一些樹葉 或者不是樹葉,抱一些樹葉 或者是觸碰多一些木的東西 因為木就是代表朝早五點到七點鐘的時間 那在過去有一些,譬如說生於8月到11月的朋友 他本身是不好運,那我們會推薦他,明早早起床 去逛一下花園,不是逛山,逛山是土多的 逛花園就木多,那就逛一些多木的地方 木的時辰是早上五點到七點,所以就去五點到七點的時候 逛晨溫,這個就是秋天出生 那些人本身是冷的,要火 那你怎樣可以多點火呢? 在運動上來說,你多點火呢? 駕車也是算火來的 但沒有東西比焗桑拿快 現在就不是那麼輕焗桑拿 但原來如果你是生於西暨11月8日到2月3日 冬至出生的人,其實要找一些桑拿來焗一下 也就是說如果你焗不到桑拿,有一個絕招的 絕招是什麼呢?就是買一張電煎 范正鋒你火多就不能用電煎 你老婆好像生於冬天,他就要電煎 所以你太太那邊就要鋪單人的電煎給你看 單人電煎,你沒得蓋了 他沒那麼容易發脾氣 冬天出生的人一發脾氣,一發包收拾 所以你韓服你老婆就是用兩個字 電煎 這麼簡單? 你鋪了給他之後,你說是大師教的 那就可以了,你明不明白 鋪了電煎之後就沒得頂 所以剛才那四樣東西,就是四個季節的運動和家居的絕招 無論如何都好,家營姐,多謝你邀請我來做這個 多謝大師 我們做了這麼多年,都很感謝聽眾觀眾 對我們這個特輯的支持 在這裡再一次多謝大家 在這裡祝福大家 在2024年進入九運的時候 行運行足,20年的九運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師 謝謝大家收看 拜拜 祝大家好運 實話 有